据台媒媒体报道 台立法机构15号审查改革法案的时候 上演蓝绿大乱斗 各党民意代表争议不断 现场一度陷入混乱 火药味十足 综合台媒报道 台立法机构本周排审蓝绿白三方 都非常重视的改革法案 三党军派出党团总照 现场紧盯审查进度 还有民进党籍民意代表 冲上主席台抢夺话筒 各方人士在现场争论不休 民进党籍民意代表们 霸占发言台争相发言 国民党籍民意代表 直接把话筒消音 双方僵持不下 场内火药味进一步升级 最终绿营不满 没有充分讨论 提出散会动议失败 结果全数条文保留交友党团协商处理 而在上周的立法机构投票中 韩国瑜在同意反对票评票时 行使立法机构负责人职权 投票驳回民进党的提案 引发绿营不满 炒作称这是韩国瑜将启程 所谓不中立的表现 对此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 抨击民进党 韩国瑜依照规定形式 民进党此举让外界觉得他们输不起 台湾联合报则评论认为 立法机构负责人加入投票 既有规定可查 也有先例可循 民进党忙着操作国民党不中立 恐怕是白费力气 有台媒引用此前 台湾大学公布的调查数据认为 国民党在完全执政时 强行通过的案件 只有6.19% 民进党执政时 这一比例却高达87.87% 这显示出蔡英文执政以来 民进党已在台立法机构形成 邪忧是习次强势闯关的风气 只要是党团想通过的法案 就强行表决 根本不顾在野党的想法 如今形势逆转 绿营习次处于劣势 民进党却反过来 要求尊重立法机构意识的讨论权 只能说是自食其果 台军日前在屏东进行了神功操演 并且首次在路上试射 四枚天舰二型防空导弹 台媒担忧称 民进党当局不断强化备战 台海将笼罩更多阴霾 15号 台军在屏东九棚基地 试射四枚天舰二型防空导弹 由于此前天舰二型防空导弹 大多由金国号战机 挂弹实施空对空发射 这次罕见由路上发射架发射 吸引不少台媒关注 有报道称 该型导弹目前已经有陆射型与海射型两种 之后将成为台军通用导弹 及未来防空网主力 另据台媒报道 本周开始 台防务部门3、4、5座战区 同时进驻台军屏东九棚基地 指挥辖区各防空部队进行神功演习 除射击最新的陆基型天舰二型防空导弹外 还对雷霆2000多管火箭、地狱火导弹、响尾蛇导弹等进行试射 试射导弹的同时 台军正被逃兵问题频出 F16训练扰民等丑闻所困扰 再加上顾立雄即将担任台防务部门负责人的消息 引发台湾舆论对于赖清德任人唯亲 用人台独色彩浓重的不满 台南帮、高雄帮全面入主 所以是不是当初赖清德所讲的信赖台湾 原来是相信赖清德的路线就能够高升当官 也有台媒用台海笼罩阴霾为题发表评论认为 一方面台军不顾自身实力频频加强备战 正在给台湾社会的安全稳定带来不可控的风险 另一方面赖清德台独色彩浓厚的用人风格 让人难以对接下来的台海局势放心 一旦赖清德沿着蔡英文的抗中路线继续狂奔 那才是台湾的悲哀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5号以指普荣通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为主题的 第61届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在福州开幕 为推动两岸高等教育融合发展 本届高博会首次举办 服务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系列活动 分为敏台高校融合成果展 福建高校改革发展成果展 和两岸青年文化交流成果展三部分 期间还特别举办海峡两岸高等教育融合发展学术活动 促进两岸在高等教育和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 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军近期动作不断 不仅持续推进增设滨海作战指挥部的计划 而且还高调试射天舰二型防空导弹 引发舆论的争议 有分析认为 如此种种只会进一步升高两岸紧张 那么台军动作频繁 究竟是何用意呢 又可能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风险 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 台湾是新大学的游子祥教授 您好 全球关注海峡两岸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北京军事专家崔一亮先生 欢迎 丧臣好 游教授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近期在台军的一次演习当中 他们也是高调试射了天舰二型防空导弹 相关内容我们通过新闻来了解一下 进一段片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 台军15号在九棚基地举行的精准弹药射击操演中 首度进行陆射天舰二型防空导弹实弹射击 报道称 台湾中科院以天舰二型防空导弹为基础 研发的陆射型舰二导弹持续推进量产 并相继结装 加上台军已有的海射型舰二导弹 都是台军通用导弹 也将作为台湾接下来作为防空网的主力 天舰二型防空导弹是一款台湾自制导弹 那么据您了解它的这种战力性能特点如何 为什么此次试射会引发外界的高度关注 第一个装备性能本身为什么这次引关注 这次试射的实际上是一个陆地发射版的天舰二型 那也有一个叫法叫陆舰二这个导弹 这个导弹本身是一个什么呢 是用于野战防空的一个中进程的 射程比较近的一个防空导弹系统 它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 我觉得为什么值得关注最突出的一点 这是台军目前最新的一款野战防空导弹系统 那它的射程或者它的性能呢 我们去翻了一下老黄历 它确实比台军上一代的叫谢树级的 这个野战防空导弹系统有很大的进步 比如说射程那个只有能只能打5公里 这个已经能打15公里了 确实有进步 但是还得说 但是这个进步啊 这个性能是相对于台军以往 就是它自己跟自己比纵向的对比 它是有进步了 但是如果把这个导弹做一个横向的对比 它跟现役的其他国家的这种野战防空导弹相比的话 那性能可能谈不上出色 还是比较近 还是比较初级 而且第二个呢 它是去年刚刚服役的 这次之所以受到关注 就是因为这是它第一次试射 实弹射击的画面亮相了 所以它受关注 这是从装备本身这个角度来看 那第二个 我觉得这个背后啊 我看了岛内媒体的一些报道 提到啊 说这次我们用白话说的话 就是这次试射背后 实际上台军的一些训练 策略发生了变化 之前训练时间短 可能是比较抠吧 这次训练时间大幅的延长了 我记得岛内有一个评论说 叫做打好打满 打好打满 我们只从军事训练这个角度来说 因为人毕竟要大量的训练 才可能掌握这种复杂武器的使用和作战 你现在才醒过味了 到底有多大的效果 我觉得再看看吧 尽管台军方面的是高调炒作 该款导弹的战力如何如何 但是据岛内的媒体报道说 之前这款导弹呢 是曾经遭到了台湾陆军的 退货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 民进党想靠导弹 把台湾打造成所谓的刺猬岛 你看最近这段期间 他们可以说是着重在宣传 台湾自制的天舰二型导弹 简称舰二导弹 我们知道舰二导弹 本来是一款空对空的导弹 那现在台军透过一个奔舰计划 他们又开发了天舰二的增程型导弹 增加了滑轨发射的能力 这个就让这款导弹能挂在IDF战机的机翼下方发射 射程也从本来的60公里增加到了80公里 那除了空对空导弹之外 台军也宣传了根据舰二导弹所开发的 被台军当成低空短程防空导弹用的 叫做陆射舰二 这个在台军被叫做静弩计划 强劲的静 攻弩的弩 当然你从空空导弹去改成防空导弹 受到引力的影响 那么这款导弹的射程就更短了 可能只剩下空空导弹的一半 那陆射舰二 目前是优先要让台湾南部的台军八军团来换装 取代老旧的导弹 另外还有就是从舰艇上面发射的 叫做海舰二防空导弹 不过很多人还有印象 之前舰二导弹曾经传出一些不利的消息 去年二月传出陆射的舰二 因为验证没有过关 被台军的陆军给退货了 后来说只是软件 联网的网络出了状况 会让接管车跟发射车 没有办法通联 发射架也出现异常 说台军在验证里还发现 车辆有什么罗帽跟一些部件托漆 灯罩刮伤 电瓶跟灭火器笑漆不符 这些大大小小的问题 现在这些质量问题解决了没有 还不知道 看起来舰二导弹已经量产 准备全面让台军来配备了 台军的宣传重点是 说这样能提高对大陆的吓阻 不过你要靠一个射程从60 增加到80公里的空空导弹 或是无论速度上 或是雷达能追踪目标的数量上 都很难应付大陆的导弹 跟无人机群攻击的 包括陆基的舰二 跟海射的舰二 这样就要吹嘘说 你组成了强大的防空网 根本言过其事 的确如游教授所说 民进党是自欺欺人 因为如此防空网 真的是漏洞百出 所以我们看到尽管现在 民进党是在大力炒作 以武巨统 但是现在台军的实际情况是 大家并不愿意为台独去卖命 比如近期我们就看到 这样一则新闻 岛内一位一年期义务役的士兵 刚刚服役了两天 居然就逃跑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现象 反映出目前台军内部 怎样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岛内的民众是 可以是这么说 天下苦义务役久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梳理了一下 岛内义务役 这个兵役发展的脉络 最早的时候 其实比现在还要夸张 最早的时候是什么 那时候义务兵役制 普遍是两三年 那确实是非常的长 但是后来就逐渐的 逐渐的在松绑 到80年代的时候 有一个重要的改观 就是之前都是服役 一上来就是两三年 后来就降了 到80年代的时候降成 海陆空军统一都是两年 然后唯一有一个多的人 海军陆战队 要多服役到三年 那90年代之后呢 这个松绑的情况 就逐渐的加深了 服役的这个时间 越来越短 就是一无一服役的时间 越来越短 一开始是两年 到后来逐渐的在松绑 降到一年十个月 一年半 一年两个月 最后最后到13年的时候 2013年的时候 降到了四个月 其实我个人的一个感觉 就是这个降的过程中 岛内的民众 其实是欢迎的 但是后边 他没有一直 把这个好事做到底 到什么时间呢 大概是到22年底的时候 一下把四个月的 义务兵一致时间 给延长到了一年 什么时候开始实施 2024年元月一日 也就是今年刚开始实施 刚开始实施 这才几个月 就出现了游组织逃跑 所以我说 岛内民众苦亦无益 久亦 这是一个直接的一个观感 那么说回头来说 从岛内民众 这个自己生活的这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这个事 可能达不到他预期的一个目的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你要服义务兵一致的 那个年龄 18 9岁 我甚至可以说 18 9岁是一个人 一生里边 生命正开始绽放的那个时间 那接下来的话 他面临一个重要的选择 你要精进学业的话 我可能要进修 但你不要精进学业 我可能要找工作了 但是 恰好在这个时间段上 你被兵一直打断了 折腾了一年 浪费了一年的时间 学业可能也耽误了 找工作也耽误了 这不可能给岛内民众 带来什么好的感觉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个事 可能没有办法 达到他民进党当局的预期 那再往深了说的话 我的感觉 就是台军的这些官兵 岛内的老百姓 其实还是希望和平 不愿意打仗 更加不愿意为台独 这种事而卖命 有关台军 增设滨海作战指挥部的相关内容 我们通过新闻来了解一下 近一个短片 据台媒报道 台军纳入海风大队 海洋坚真指挥部 舰指部导弹快艇的 所谓滨海作战指挥部 计划于2026年初成立 规模也将随雄风 鱼叉反舰导弹交付而扩编 报道称 台防务部门正运用 海空战力提升计划 采购特别预算 2026年以前 陆续筹获 自造雄风二型 雄风三型 雄三增程型等反舰导弹 向美国采购的100套 400枚陆机鱼叉反舰导弹 也将在2026年至2028年间 陆续交付 尤教授您觉得此时台军 为什么要增设 滨海作战指挥部 其构建规模武器装备如何 另外有评论说 台军此举就是在 有意效仿美军的战法 是这样吗 最近传出来的消息 是台军的海军 预计要在2026年 成立一个新的指挥部 名字叫滨海作战指挥部 那会成立这个新的指挥部 主要的原因 是原本在海军舰队指挥部底下 有一个负责操作陆机反舰导弹的 叫海风大队 那随着台军 雄风二雄风三 这些导弹的产量增加 再加上从美国买的 这几年说会到货的 100套 还有400枚的鱼叉导弹 这个海风大队 预计会从现在的两个大队 再进一步的扩边 所以台军打算把扩边之后的海风大队 再加上原本也属于海军舰队指挥部的 另外两个单位 一个叫131舰队 这个是台湾海军的雄风二导弹快艇部队 另一个是负责雷达监征的 叫做海洋监征指挥部 这三个单位都会归属在这个新的滨海作战指挥部底下 现在的规划是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 会有北中南东四个打击群 为什么会叫做滨海作战指挥部 其实最早这个单位 它规划的名称是叫做制海导弹指挥部 最后会叫滨海作战指挥部 不知道是不是又是美国人的主意 不过它一定是参考了美军的 我们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 从大约2020年开始 就成立了几个要在第一岛链 去搞跳岛作战的叫滨海作战团 另外美国海军之前不是开发了两款 又贵又不好用的船 那个计划搞得很失败 搞到要提前退役 结果现在台军也跟着用了这个滨海的名字 那么滨海作战指挥部 是怎么定义滨海作战呢 其实就是在台湾附近的水域 希望靠着射程100 200公里的陆基反舰导弹 再加上导弹快艇 那再配合雷达 还有未来更激动的无人机来做坚针 形成滨海的防御战力 而且台军希望靠导弹车跟快艇的机动力 把台湾东边的滨海防御也纳进来 我们知道大陆的舰艇早就有能力 在台湾东部海域巡航了 我们也看到媒体传出来消息 说台军成立滨海作战指挥部 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透过反舰导弹的火网 在24海里里发挥吓阻的效果 会特别提到24海里 是因为对台军来讲 大陆在台海附近的演训已经常态化了 防御众生大幅的缩小 所以现在台军最重视的变成是24海里 还有12海里这两条线的防御 其中特别是24海里 是台军很担心被突破的 其实2022年大陆进行围导演习的时候 就有消息说大陆的基建进了24海里 台军当时的否认就否认得很模糊 现在打算成立滨海作战指挥部 台军就把防卫24海里当成主要目标了 确实台湾的民众呼吁避战 但是偏偏民进党却在积极备战 可见他们为了乙武俱统 现在正在加紧各种军事部署 刚才游教授特别提到 增设这个指挥部的目的 就是为了防止解放军突进24海里 我们该如何理解 比如说现在台军为了防止解放军 设了几道防线 那么增设了这个新的指挥部 真的就能够防止解放军了吗 那我们把时间往前推一推 看看整个台军 它的防卫战略 跟这个两岸军力对比的这个态势 经历了一个什么样变化的过程 最早的时候 这个两岸军力的对比 我们从50年代 1950年代看起 我们看那个时期的台军的作战战略 叫做攻势作战 对抗的区域 或者是斗争的区域在哪呢 在大陆的近海 它甚至可以在我们的一些沿海的重要城市 比如说上海上空 去给我们实施一些侵犯 而且还有能力 深入到我们大陆的纵深地带 搞一些战略侦查 这是50年代 后边呢 随着时间的变化 我们注意到 蒋经国时代的时候 攻势作战这个事就不提了 改成什么呢 改成叫攻守一体 但是渐渐的呢 我们也注意到 它实际上动作 无论是装备的建设 还是作战的行动 都开始往守这块去发展 再往后看的话 虽然台军的作战战略 也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 但是对抗的态势 已经从大陆的近 从西边 海峡的西边 逐渐地到了 当时已经争夺的焦点 是海峡上空的制空权 甚至制海权 再往后看的话 我觉得下一个时间点是什么呢 就是进入新世纪以后 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了 所谓的这个有效贺阻 什么的 它都觉得不脱底了 最新的提法叫什么 重层贺阻 而重层贺阻 它所谓的重层贺阻 是想设置多道的防线 但是从它的实际 装备发展的动作的话 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 它所谓的重层固守 已经越来越考虑 在海峡的东岸 也就是靠近台岛的这个滨海 甚至是滩头地区 去做动作了 那这么梳理下来的话 我自己的一个判断就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岸的军力平衡 已经越来越被打破 而且力量对比的 这个重的一方 逐渐地在往西侧倒 在这个背景之下 它搞这个新的 所谓的滨海作战指挥部 我觉得作用确实不大 而且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看这件事 就是军事技术的发展 我们知道 在现在的新技术水平之下 很多的武器 射程已经相当地远了 有岛内媒体说 说你设了这个新的 滨海作战指挥部之后 意味着是一个重大的挫败 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我注意到这个评论员 他说 这就意味着你已经 没有战略纵深了 但是我要说的是 战略纵深 不是在这个时刻就丧失的 很早就已经没了 现在我们都知道 有很多 即便是陆基的这种 作战的武器 它的射程 不只是说台湾岛的西岸了 连东岸都已经在射程之内了 另外我们看到有评论说 这一次增设指挥部的过程当中 其实赖清德也是有自己打算的 因为他很可能 借此机会进一步来安插自己的人马 那么邮教授您对此怎么看 台军要成立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 但是同一时间也传出了一个 很政治的消息 那个消息是说 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 它的指挥官会是一个中将的职缺 不过这个中将缺 到底是要从台湾海军 现有的编制里面 移一个过来 还是要新增一个职缺 显然在台军内部发生了争议 台湾媒体传出来说 现任的台湾防务部门主管邱国正 是反对海军新增一个中将缺的 除了他是从不同军种 整体的公平来着眼 那他说的理由是 现在台军海军的边线比不到八成 代表很多位置都是有缺无人 再增加一个中将缺 又要扩边很多的位置 邱国正认为 基层人力不足的问题会更恶化 所以他认为如果要扩边 也应该等边线比能超过八成再说 不过如果要移一个中将缺过来 等于就是要把另外一个现有单位的主官给降级 这就会影响到一些人的权力了 加上邱国正520赖清德上任之后 马上就要被顾力雄取代了 新人就可能会有不同的做法 赖清德原本对台军不那么熟悉 如果能增加将军缺 就是一个透过任命来培养自己人的好机会 不过赖清德或是顾力雄领导台军最大的问题 还不只是跟台军不熟 或是什么自己人够不够的问题 我们说过最严重的是 他们的台独立场跟台军的文化格格不入 更重要的是台独工作者不断搞去中国话 他们的话语跟动作之间经常是全盘否定台军的历史 然后再加上防务部门又有一个风格嚣张跋扈的绿色政客 顾力雄来接任 我看未来四年台军的军心只怕会更加的动荡 无论是台军计划增设指挥部 还是试射各型导弹 都凸显出了民进党当局以武俱统的野心不灭 但是这样一味升高对抗的动作根本不得台湾民心 也注定不可能得逞 再次感谢两位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介绍 谢谢邮教授 谢谢 下次再见 谢谢崔先生 大家再见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 再会